我现在是在河北溢县的溢水湖畔,此前赤壁的取景就是在这里,现在湖面上还可以依稀见到当时的布景,但在电影《花木兰》中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北魏的军营,而木兰从军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。 现在正在拍摄的是北魏军和柔然国的一场混战,刚刚代付从军的花木兰还只是北魏军营中的一名普通士兵,不过这时的他已经出现金国英雄的气概,由于拍摄时打得太过勇猛,手中道具件都不堪重负。 尽管在武器拍摄上,刚刚演过赤壁的赵薇已经做过热身,但是这回片中大量的打斗戏还是让他有点不堪重负。 我想应该会成为我拍电影以来最辛苦的一部电影吧。 我打的我也不知道,反正我只能说尽力而为吧,我也常常一剑砍下去自己摔一跤,常常有,对。 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,一个武打镜头往往要N击多次,偶尔有一遍过的时候,赵薇兴奋地在现场耍几剑来。 为了力求角色的真实性,在花木兰的外形设计上,导演要求尽量弱化演员的女性特征。 而静夜的赵薇干脆不施粉带,甚至故意弄得灰头涂脸。 瞧瞧眼前这个头发凌乱满身血迹的花木兰,实在很难和娇美的女子联想到一起。 这种地方我觉得也没有办法要求美感吧。 我觉得以前的男装呢,可能多走一些活泼可爱啊,或者是明显女外男装的路线。 然后这次男装是要演出男性男人的一些气概和特质来。 尽管拍戏过程十分艰辛,不过乐观的赵薇却学会从角色中寻找乐趣。 前几天拍几百个战士在底下,穿着那个盔甲,在喊我威武那一刻,我突然觉得,嗯,我觉得真的历史上,我觉得也只有这个,这个角色可以有这种感觉了。 那种感觉我突然体会到很多男演员演戏的感觉,对,嗯。 鲜鱼的发现河北异县。 请进行试识这个试识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